同样传出灾情的还有潭子区 这次的杜鹃台风因为风势强劲 导致盛产绿竹笋和麻竹笋的潭子地区 因为抵挡布料 强风吹袭 许多竹子全都倒成一片 连带生长中的笋子也一并爆销了 明年产量预估会减少7成左右 除此之外 就连下个月就要采收的碰干 也同样被强风打落将近三成以上 让农民是欲哭无泪 为此地方明代也邀请农业单位到场来勘察 希望从宽认定补助标准减少农民损失 看着导臣一片的竹子林 农民的表情相当无奈 因为抵挡不了杜鹃台风的吹袭 盛产绿竹笋和麻竹笋的潭子地区 原本值停停的竹林 全都向杖被吹垮折断 连带生长中的笋子也一并报销 明年产量恐怕会减少7成以上 扶植的都没效 倒就倒 现在变工已经要结束了 要结束的时候 就是要留孙母 留孙母会用到明年的产量 这栋梯都断掉 你看看要发起来的时候 明年也孙子很多 像我整个都断到这样 实在是 这风真的很恐怖 看起来 这孙子后年 也孙子很多 这路都水上了 你摸下去就不一樣了 同样也遭受台风摧残的 还有下个月就要进入采收期的碰干 光是被台风打落的就将近三成以上 还没掉过的碰干 也有益成左右表皮出现裂开 严重影响甜度和品质 只能沦为肥料回收 损失相当惨重 为子民但也邀请农业单位到场来勘查 希望从宽认定补助标准 减少农民损失 基本都是鸡啦 每一个人有做的都是差不多 受伤的差不多啦 有的是漏果比较严重一点 有的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在树上的也是擦伤很严重啦 日后没有木槟 他们去计划销 计划销 计划销 社会主义会说要木槟 要摆匀 这些 这份额就 这部份就没有比较豹 提供的社会 比较稳的 更不适合 看着感觉落榜 我们实在是不敢 农民看着这吃饭 所以今天要求农委员 一定要宣服来考察 我们要求信官团 通知准数量 对此农粮署也表示 目前受到风灾损伤的农作物 只要超过20%的受损比例 在10天内向当地区公所申报 经过专家的拍照审查之后 农委会也将在一个月内进行勘查 只要认定没有问题 补助款项就能汇到农民户头 郑城伯瀚台中采访报道